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这样织完整行 线上反挑一 然后加一针 两针反针 这个就是底针行的织法 好 接着我们来看花样第一行的织法 我们就直接拿这个织片继续往下织 花样的第一行 我们先织两针正针 然后重复去织的部分 线上 这个就叫线上 绕上来 反挑两针 两个线圈 然后呢 直接织两针正针 注意这个线不用绕下去啊 直接织两针正针 这个呢 就是一个组合 我们循环去织 线上 反挑二 两针 线上 反挑二 两针 我们没有多少针 所以呢 直接就织完 我们按这个组合呢 一直把这一行织完 接着呢 我们来看花样的第二行 第二行 我们先织两针反针 然后呢 要重复去织的部分 依然线上 反挑三针啊 这三针是挨在一块的 大家可以看得到啊 反挑这三针 然后加一针 加一针呢 就是跟刚才一样 把线这样绕上来就可以了 然后呢 两针反针 重复这个组合 线上 反挑三 加一针 两反 我们也是按这个组合啊 重复去织 一针一直织完整行 线上 反挑三 加一针 两反 接着呢 我们来看第三行 先织一针一针 然后呢 把线绕上来 反挑一针 接着呢 我们就是重复去织的部分 我们这个线不绕下去啊 直接 正针四并一啊 我们看到一二三四四根线 我们直接穿入 纸 四并一 然后呢 线上 反挑一 再加一针 再 反挑一 啊 重复这个组合 先 四并一 啊 我们反正看到一二三四根线 四个线圈 我们穿入 四并一 然后呢 线上 反挑一 再加一针 再 反挑一 重复 四并一 线上 反挑一 再 反挑一 再一otz 再一 communicated 四并一 线上 先 左并一 再 sigma 等会吧 四并一是这一阵啊 我们漏了一阵刚才 然后呢 线上 繁条一 最后啊我们注意 最后一组我们四并一 织完之后呢线上反挑一 对吧 然后呢直接将最后一针 织正针 最后组是这么织的 接着我们来看第四行 先织一针反针 接着我们织反针二并一 直接这样传两针 然后重复去织的部分 线上反挑一针 然后加一针 再织两次反针二并一 一次 两次 重复这个组合 线上反挑一 然后加一针 两次 反针二并一 线上 反挑一 然后呢 加一针 两次 反针二并一 然后我们织到最后一组啊 我们织 线上反挑一 然后加一针 然后织一次 反针二并一 然后最后一针呢 我们织 反针 后面呢我们就始终重复 第一行到第四行循环去织啊 那么这个花样最后收针怎么收呢啊 我简单说一下收针的方法 那么我们最后收针啊 先一样 就是 循环去织第一行第二行啊 我们是四行一个循环 但是最后一组呢 我们先织 花样的第一行第二行 织完之后 第三行的织法 我们来看一下啊 第三行 我们先织两针正针 然后呢 直接织四并一 两针 再四并一 两针 循环这样 四并一 两针 把整行都织完啊 四并一 两针 这样 好 第三行 我们这样织完之后 到下一行啊 我们这个线圈就没有什么加针的那种 很乱的线圈了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就按正常的花样 去 正常的收针方法去收针啊 比如说扶针收针 我们就是 织两针 拨收一针 这样去直接收针就可以了啊 这个呢 就是这款 蜂窝花的收针方法 好了 那今天课程呢 到此结束了 谢谢收看 再见